單身的你 是不是覺得生活中都遇不到好的對象呢 好不容易認識了 不是沒興趣的 就是把你波波帶力全新企劃 月老執勤中 帶你認識路上單身幾乎 快跟我們一起來瞧瞧吧 走吧 第一個想問一下你現在幾歲的女生是嗎 我完全看不到耶 爸媽生的好 所以你沒有會被保養嗎 健身 健身有差 你是什麼星座 是誰 這時候愛玩嗎 愛玩 你在玩什麼 我喜歡熱鬧 所以女人也要熱鬧 我就帶著一起出去 你現在在做什麼工作 在做房地人 聽哪厲害 黃金山真怕的 你喜歡怎麼樣類型 我自己更新 那有更新會不會反而不聽你的話或男生 不用不聽我的話 為什麼要聽我的話 所以你喜歡太獨立自主 做自平衡這樣 那在外型上喜歡怎麼樣 有啦 碰碰碰 對啊 大奶 超奶 以前是長髮 現在短髮有興趣 興趣 健身六十六十六 要爛 有工作 所以才會最近都沒有看戀愛 對 算是這樣 這都沒有遇到 應該有遇到 可是現在我覺得現在不是 現在工作時間壓縮了舞台 剛好在拼事業的連峰 如果真的有良緣還是可以試試看 不排斥 話都沒有說死 所以你前任的故事 為什麼會分開 算是很分手 什麼原因會導致你們的分手 從不來 大家要避開這個地步 應該是我去年有一個很大的房間 對 那時候可能 你會在跑的時候 沒有那麼的專心 就是等於沒有平衡好 對 我覺得這應該是可以自己去調整 就是那時候沒有當下 不知道這樣 就是因為第一次經濟 我真的沒有經濟 我也是不知道怎樣去做 對 算了 那現在過來的時候 可能下一次就會比較遲到 對 這是一個很殘痛的經驗 那我們今天還要直接現場幫你測試 你的長度 硬度 那我們現在直接上到 長度是要量你腿的長度 建議被吃豆腐嗎 請 請 他說請 請吃 腿長多長 98 98不錯了 今天是100 體力來說應該還不錯 好 那我下一個怕的是印度測試 小便在健身吧 對 真的有在健身的 就是我們會直接用手持碰 你腹肌的印度 一定要在這麼沒費的時候 那如果1到10分你給自己 現在嗎 6分 那等一下他還會給你 6分數 給你3秒用力 3 2 1 怎麼樣 5點5分 你很嚴格 過一棒 有過一棒不錯的其實 他很嚴格 我覺得他厲害的不是在這邊 他厲害可能在這邊 哪邊 你怎麼知道他厲害在哪邊 胸肌的地方 那你要胸肌要 平反向 加分題 好啦 這個有這個有 這幾分 7分 我的胸肌很不錯 他的資訊會列在這邊 那有興趣的就可以追蹤他 你們兩個現在都單身對不對 單身多久 但你也有 12月 還不到一個月嗎 有上天的故事嗎 還好啦 所以是都還在讀大學 還畢業了 你畢業了 然後你帶來 那你們是怎麼認識你 是我 我是親姐妹 完全不像 很像 那所以你現在讀什麼 海北海洋 那你現在呢有在工作嗎 現在沒有 還沒有在離職 是什麼星座 天秤座 覺得自己好相處嗎 我覺得我們很好 蠻好相處 沒有做美作的規模 或是強迫的 要看一些事情 就是所有都有強迫 那你怎麼天秤是怎麼樣 你覺得自己是什麼樣子 人很好 人很好嗎 你自己發好人卡 對 超好 這邊就是溫溫的 感覺很溫柔 那你們的興趣是什麼 二處玩 你也是 你就喜歡到處逛街 沒有去過的相處 未來的另一半可能也很需要 他能陪你們到處玩 對 你之前有交過男朋友 是為什麼分手 開不開董事 你說你還是他 我覺得兩邊都有 那你呢 可能是成功夠成功嗎 他脾氣比較大一點 所以你不喜歡太強勢耳 我也很強勢 兩個都在嘗 通常就會吵架 通常就會吵架 一個比較能跟裡頭都來 比較溫溫一點的地方 對 我會希望 脾氣能好一點 有上進度嗎 有上進度很重要 尤其你現在開始讀社會 接下來要找的人 可能就是要走更久 所以就像誰 王陽明 大家螢幕前看到 會想說 會被打 那如果單純就條件還是 就是特別想 希望會有什麼條件 身高啊 長相 感覺其實也蠻重要 身高會希望到多少 178以上 蠻難的 感覺比較重要 所以有時候不一定 你比較耐看了吧 劉德華吧 劉德華才耐看而已嗎 他很帥 對 他很帥 而且又很成熟穩重 所以你們可以接受幾歲的年紀差 我覺得都可以 爺聲店也可以 爺爺還好 爸爸就行 爸爸那個等級OK 那比你小的什麼 小的就還好 你的顏色還感覺到 有沒有成熟比較重要 好 那如果想要認識他們的話 他們聯絡的資訊會在這邊喔 那第一題想問一下你看幾歲 17 所以還在讀 高山就常常出入這邊 可不可以你看剛剛去哪裡 我要後面的 等一下要幹嘛 沒有其他夜生活嗎 夜生活沒有 那你可以接受跟你年紀差多少 兩歲吧 兩歲 你的人家才17 你要怎樣 失誤有點犯法喔 好 那想問一下你的 星座是什麼 金牛 那人家說金牛座很高 你會不會 還好 我覺得蠻大的 好 那你的身高是多少 186 哇 身高這個 不錯了就是你知道我們那個 身高差已經出來了 平衡性Q嗎 大網球 所以你對另一半有什麼條件嗎 先從外出 然後內站 然後溫柔 我們善良就很棒了 我們今天有一個測試要給你 量你腿的長條 因為長度夠長 才可以陪女生走得更久 我們看人家腿長多 欸 你比例很好耶 幾公分幾公分 113公分 比例感覺很好 他的IG跟聯絡機在這邊 就是有興趣的人就可以自己去認識 以前認識為什麼很熟 就是他突然就說 沒有想要談戀愛的感覺 他後來跟我說他也不是沒有愛 只是他覺得當我朋友比較自然 因為我兩個我就胡問了 因為他們沒有要追憂我 想問一下你的身高 150 好KING這個身高我剛剛沒有發現耶 他很喜歡小織女的男生 可以參考一下 你是什麼星座的 獅子座 所以你覺得自己很像獅子座嗎 我覺得蠻像啦 就是比較即興 可能有遇到什麼事情的人想去做 雖然蠻猶求自己 你覺得自己個性會比較火爆 或自己比較強勢嗎 會有一點 我覺得自己蠻強勢 蠻強勢的 再挑另外一半的時候 會希望他的個性這麼一樣 也可以不用說一定要聽著我的話啦 應該希望對方也要有理想 一起完成的夢想那種感覺 就是理想的外型 不用會穿搭 你喜歡會穿搭的 對 有自己的風格吧 韓系或是補充穿搭 補充嗎 那身高呢 是70 跟你已經長到20公分了 對 170的男生有福了 那你品嘆的興趣是什麼 跳K-POP那種咖 就是自學 所以你會希望有跟你有共同興趣的人嗎 對 要能接受就是我最新的身高 那有什麼話想對未來的男友說 就是遇到我然後不要劈腿 不要劈腿很重要 不要說補愛就補愛 好 那如果喜歡的話 就是他的IG在這邊 那我想問一下你單身多久了 四年有了吧 所以上一任是高中 高一 什麼關係 其實是吵架的 是因為年輕的時候不懂事嗎 對 那你心作是什麼 那大概形容一下你的個性嗎 沒錯 然後會主動去關心什麼 就很熱心 你覺得你這個另一半 會有什麼特徵 如果你跟他相處 跟他相處他不會 會不會太多 他喜歡自己的 給彼此空間的那種感覺 你也不希望對方會幫助你 對 對 你的興趣是什麼 拼音樂 拼音樂 會希望靈遠半可以跟你一起看住 對 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可以也不勉強這樣 有什麼特殊才藝嗎 有什麼特殊才藝嗎 那想問一下你的理想性 先談外形 那是穩重開朗 像開中國一樣 像那個BTS的 古國醫藥 太難了吧 就是也不挑辣 就是看感覺 對 感覺真的很重要 那你有特別嚮往 跟什麼星座談戀愛嗎 通向 幹嘛不要捨自 為什麼都是渣男啊 沒有在一起 就那個了 而且那個人又是我的經典 就是我們兩個都聊在一起 我們兩個就長的派氣 你不是他有交一個男朋友 對啊 可是還是一樣 心裡還是會有他 可是之後就慢慢的淡掉 就忘了 其實想說就是全心不穩的 就這樣再去想對她 就讓她忘記 然後還是要分手 最後還是分手 她就一直都沒有要跟你在一起的意思 有在一起 想要跟我在一起的 可是換我還是跟她在一起 因為我那時候追她追很久 因為我以前很胖 那時候她追我的時候 我想看到可以追多久 所以我才說我一定要不在一起 喔 你是有點欲情故障嗎 對對對 是後來她追你的時候還是一開始 後來 變瘦的時候 你變化多大 有那個照片嗎 我上最快還有80公斤 現在差不多 五八五九左右 喔 那真的上很多耶 那時候是高一的時候 突然變到五十八公斤 然後所以之後 又有一次見面的時候 就開始遇到 然後她就開始 所以她是在你變瘦之後 對 也是覺得心有不甘 所以就是為了她的改變 你知道嗎 其實就是一段孽緣 對 該好好在一起找就在一起 那最後 妳有沒有什麼話想對未來的男友說 我以後會好好去找住 妳的三餐我包了 好霸氣喔 要按摩 我會幫妳按摩 好好好 很精彩的分享 謝謝妳 謝謝 那妳可以接受的年齡差是多少 可是我覺得年齡不是問題耶 就是想法跟我要就是 有更得到才是重點 可是也不能太小才大 妳喜歡怎麼樣的身高 沒有高一點就好 妳的星座是什麼 是五座 那妳可以形容一下妳自己是怎樣的人嗎 要有效率 然後有點龜毛 然後也有點結體 這是蠻處理的感覺 對對對 妳覺得自己有什麼優點 滿活潑的 就是蠻敢跟別人講話 那有什麼缺點 聲音太吵 叫他太大聲 我每次都被罵 所以捷運太大聲 然後可能旁邊的人說給妳看小聲一點 我也超常這樣 有一次搭捷運旁邊那個阿嬤 她打字跟我說小聲一點 才已經太大聲了 妳的興趣是什麼 跳舞 放街吧 可以去看我的抖音 喔妳有在記憶抖音 抖音號在這邊 妳上妳認識是怎麼分的 是問題 就是她比我大一歲 我覺得這有點太普遍了 她會覺得妳還不夠成熟嗎 也有 有一點也算合平 我們現在有當中 也會聊天什麼 嗯 理想對象的外型是怎樣 外型那種白白可愛的 可是我覺得想法最重要 那個性方面呢 比如說要幽默阿或是溫柔阿之類的 體貼阿 對這些都一定要有啦 一定要嗎 很難的 其實基本一定都會喜歡自己對方 就是喜歡的人都是這樣 就是期望之類的 但是我自己看的時候很喜歡 其實只要我喜歡他怎樣都可以 那最後 對未來的男友喊個話 好好愛我 好重要 那她的IG在這邊 我出情商了嗎 差不多的差不多 我是你提的還對方提的 對方提的 兩個人都有共去 所以就平成心 有點和平分手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是因為什麼原因 距離好像太遠 她在東部讀大學 我在台北讀大學 兩個人都覺得太遠了 就分開了 所以如果要找下一段 你不會想要再遠距離 對就近一點就好 那你能接受比你矮的男生嗎 沒辦法 所以一定要169以上 那喜歡年紀比你大 還比你小的男生 就差不多 喜歡差不多 一兩歲的 什麼星座的 那你的興趣跟專長是什麼 我喜歡看電影 專長 攝影吧 會玩敵電 還有其他的嗎 之前會跳舞 那你理想對象的外型 就乾淨順眼就好 那個性呢 幽默吧 有話聊的 如果可以對未來的對象喊話 你會想說些什麼嗎 我在這裡等你 鐵運動生在國際不戰 他的IG就是 你可以接受比你矮的男生嗎 老實話是不行 至少比我高就好了 那你可以接受年齡 比你小或大的 就是新智年齡成熟就好了 那你的星座是什麼 水瓶座 你覺得自己像水瓶座嗎 100%水瓶座 100%水瓶座 其實我還蠻隨和的吧 就是假設陌生的時候 其實我還蠻聊得起來的 那你的興趣是什麼 逛街逛網開吧 我還想去KTV唱歌 那你的專長是什麼 就我們會尬聊的 就是尬聊就是專長是不是 就是你的理想型的外型是怎麼樣 外型就高小眼睛 單眼皮啊 韓系的都可以 然後相處起來舒服就好 有什麼地雷 地雷喔 我覺得欺騙是最大的地雷 但如果是善意的謊言的話 OK啦 可以溝通 對可以溝通 但如果是惡意欺騙的話不行 那你有比較偏好 跟哪個星座談戀愛 其實我的理想的意思都是巨蟹座 真的嗎 但是沒有真的遇到 是傳說中的巨蟹座工程師嗎 對 是巨蟹座 就是讓你跟未來的男友說幾句話 如果未來真的有機會有一個 跟我蠻適合的男友 當然是希望我們能夠 安安我們的 做下去 好 了解 然後他的IG是 這邊 想問一下你現在單身嗎 我現在單身 那你單身多久 我單身18年 那你幾歲 我現在18歲 真的假的 你已經長得算成熟 所以你現在還是學生 我現在是在做健身教練 你的星座 我的星座雙子座 很多人說雙子座是渣男 你怎麼看 我不是 你不是嗎 因為我沒教過 那想問一下你理想的外型是什麼 可愛 個性呢 比較成熟 所以你是喜歡姊姊型 算是 你喜歡大概幾歲的你可以接受 22或21吧 那你不能接受的個性有什麼 太自私吧 你是健身教練的話 你會希望另外三個年去運動 我當然希望 但是如果他是不喜歡運動的人 他不喜歡運動 那我就不會強迫他 你就不會強迫他 那如果他一直變胖了 如果我喜歡他 他不管怎麼樣 我都會 那你也不會想要提醒他 說他變胖 還是會啦 怎麼講比較婉轉 其實我比較直接 我跟他說你變胖了 那你有特別嚮往 跟哪個星座談戀愛嗎 應該風向星座吧 應該比較主的啦 大概是怎麼樣個性 就是比較隨和 然後體貼的感覺 體貼的感覺 那如果現在讓你對未來 另外一半說一些話 這樣說什麼 我覺得很簡單 我會跟他說我愛你 哇 很直接 他的IG是 我們再次見 我們也會聽到 我們說出來 我們不再聽 製作文章 如果你有聽到 我們想知道 我們也會認識 我們不再聽 這邊 我們想要做 我們不再聽 我們離開